在演藝圈有阿哥周游 其实花莲也有一位亲切的阿哥老板娘 这位阿哥除了爱跟客人画家常之外 她的满脑子都是创意料理 尤其是用当地的特产 剥皮辣椒 拌炒肥肠 咸香微辣 人气旺道 到这里定位 要等上一个月才吃得到 观众朋友 阿哥 金子林 他是阿哥 他也是阿哥 人气旺连阿哥的宇宣采 是吉安这家私房菜馆的灵魂人物 不只手艺好 吸引满满的用餐人潮 个性开朗他 对客人就像家人 兴致一来还会跟大家玩亲亲哦 今天要再来 阿哥亲姐 阿哥亲姐 阿哥的热情让自己开的店在短短五年迅速窜红 来晚了就吃不到的遗憾让顾客自动自发开始定位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多人说带朋友来是这样吃不到 然后他就我下礼拜我有朋友来一定要帮我留位置 这样一流流的久久就是变成定位置这样 柜台墙上密密麻麻的运约纸条全是阿哥的宗室粉丝 所有人用炉的也一定要定早位 那时候我们打电话我打电话来的时候是他说两个礼拜跟三个礼拜之前 那也是讲了很久才定到 他说因为那天已经有人定了 所以我就拜托他说你一定要定给我们 因为我们同事是用来这边吃很多人没来过嘛 就这样子 他老板娘也很热情也很同意我的建议这样子 他就说可以 没关系 我们就说另外定个小桌我们也OK 他就说好好好 所以老板娘是很帮的这个很大的忙 让几十岁的大人瞬间变成超炉的小朋友 就是为了一场阿公最拿手的私房菜 茄香肥肠宝 谁有公共的茄香肥肠宝 冒出的香气很不一样 透着香 辣 咸干 秘密武器原来是他 花莲知名的特产薄皮辣椒 料理时得用热锅冷油提出薄皮辣椒 特有的咸香滋味 热锅冷油把薄皮辣椒带出来 是因为它那个味道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如果你热锅热油的话 整个薄皮辣椒它是锁住在里面 带不出来的 而且会带有苦味 等肥肠和茄子洗饱薄皮辣椒的香气 才能起锅 有了神奇的薄皮辣椒调味 炖到入味的肥肠 软Q殆尽 茄子吸附浓郁汤汁 吃起来也不油腻 完全征服老套的味蕾 特别是你咬一咬之后吃到剥皮辣椒 你就觉得这一道抹面 它有一种辣味的感觉 可是它又不是外面的那种辣油 对对对对对 是清淡的 筷子夹不停的泰式卵丝 也是阿哥的创意药理 闪着精光的卵丝运含咖喱香和蒜香 为了留住卵丝的鲜味 阿哥不用穿烫 改给高温酥炸 这道菜的泰式卵丝的构想 是来自于咸酥鸡的一个构想 对 然后运用地瓜粉的一个特色 瞬间在高温下把这个卵丝的甜味 整个锁住 其实我们在汆烫的当中 其实有时候甜味流失很多 泰式卵丝一上桌 还不能急着吃喔 得搭配能吃到番茄果粒的酸辣酱 香Q卵丝更开胃 它加上咖喱粉去调味 然后跟一般我们所说的 用汆烫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又加上那个泰式酱 酸酸甜甜 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油腻的感觉 所以就是吃起来非常爽口 其实瞧瞧这块胖嘟嘟的富贵大风 有哪里不一样呢 原来它不是常见的三层肉 而是价格贵上一层的五层肉 特色是肥瘦均匀 口感肥而不腻 比其他的说蜂肉加上这个 梅干肉那种的 那它这个蜂肉是又高上一层 口感就是说入口即化而肥而不腻 那吃起来一口接着一口 刚起来 刚起来 你看这个让大家给我吃得很干净 谢谢你们 这个是我们做菜的人最喜欢的 看到这个话把菜都吃光光 是阿公最大的成就感 接着他们的出菜 让手臂不满形伤旧痕 还细诚实战机呢 这个就是我的战机 因为每天要赶着出菜给客人 然后这个锅子 每天要 当煮完一道菜的时候 要拿过来这边洗的时候 通常都是 手脚很快的时候都会烫到 所以每天有烫过完的伤 就是在这里 这个就是战机 绣着辉煌战机 阿公依旧笑得开心 反而伤痛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从小立志当厨师的他 终于圆了梦 能得到顾客的肯定 比什么都还要值得 阿公今天 这样对着 在周团呐维会 家缓 花 来 这 我们 感谢观看